林小姐 你愿意做陆太太吗 我们走 等等 就算双胞胎的事情是我搞错了 你跟林婉 又是真的情侣吗 刘小姐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玩真假游戏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什么鱼的玩意 我天哪 他们真是 是假情侣 是假情侣 假情侣 是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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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搞些粉丝吗 是不是 是假的 这这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欺骗我们感情 这上面白纸 黑字说得清清楚楚 真是 陆寻跟林婉 从节目一开始就是合约情侣 他们作假绑定 一个为了在娱乐圈出头 一个为了给自己的酒店博名气 互惠互利 骗取CP本的流量 所以一旦有人出了问题 另外一个人必定会受影响 那天晚上刘总的饭局上 林婉做了什么 陆寻根本不能作证 毕竟你们可是合伙人啊 利弊共担 林婉要是戴上了小三的帽子 陆寻这个合约男友的脸 又往哪放 我说的没有错吧 我带了共关团队来 走 我真的听到他们心里 你还骗死 你还骗死 你真的骗死 你还骗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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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感觉怎么样呀 罗总 姐姐 你还骗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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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过了 我不会要你们命的 只是让你们 身败名列 这是刚刚开始 好好享受 麻烦回避一下这个合约 DJSW的热搜已经上来了 我们押不下去 还有三条两人相关热搜 比共四条都在前十 现在合约全网 转发量已经超过九十万了 一定是那个刘延在搞鬼 不要悔言 让他们先离开 喂 哥 共关团队现在什么都别说 你现在无论说什么 SW都不受到影响 我们过完跑 我就发生病 别说你了 哥 你千万不要回应任何问题 我可以回应 他要说他要说他要说 说了 这都被吹约死了 你回应什么 对 我承认 我们确实是合约关系 帮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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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延孤立林婉 想让林婉退出录制 所以林婉只能求助于我 才能继续工作 你也不至于说实话吧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假装情侣 我们只不过是签了份合约 保证彼此的权益而已 陆总现在是承认你们是假的了 你们现在就是在欺骗CP粉 你们现在就是在博眼球 但是后面我发现 合约没办法控制我们真的感情 假如陆 既然大家质疑我 是真的 是真的 那么 林小姐 你愿意做陆太太吗 真的 有春婚啊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有春婚啊 有春婚啊 今天来这儿 能见到这个大瓜啊 我的天 超纯 我 你放手了 放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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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姨 放手了 太好了 放手了 你这心事不得太大了 是真的 陆总是把粉丝们当傻子吗 这白纸黑字的不去相信 单凭你三两句话 就让大家相信你们是真爱了 谁说只有三两句话 戒指我都买好了 还能有假吗 一个随手送出的小礼物 就说你们要订婚 陆总可真会编故事 商人都重力 我不会随便拿一个 九十万美金的戒指开玩笑 什么 遗失了 雷烟 雷烟 哄你个零碗 芫芫 你生意小一点 周围都是工作人员 我今天脸都丢尽了 还怎么在权里混啊 喂 您好 我 我马上到 怎么了 节目组开会 他们是不是要我退出节目 盐盐 你别着急 大经纪已经往这边走了 我先去开会 你千万不要在社交平台 发布任何消息 我已经帮你点了杯咖啡 马上就到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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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谁啊 你好不中用啊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你跟李婉他们是一伙的吧 故意给我设下拳套让我难堪 我警告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哪位啊 双胞胎互换 情侣作假 这么好的机会你都错过了 你 还敢找上门来 你想干嘛 我 我要报警了 我记得你的胸口有颗痣 我现在为了 他许他 尸 אני 尸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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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过来 我已经报警了 快行事 不过六年的时间 就不记得我了 那天晚上 应该很难忘的 你很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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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发现这件事情真有意思 你知道当时救你的人 就是你一直针对的凌晨吧 六总 就算你们临时订婚 也并不能证明 你们之前没有欺骗粉丝啊 三天后 我们会正式订婚 到时候 SW会筛选一些 优秀媒体入场提问 同时也会作为一起节目 这么快 你得去啊 这么多事啊 这么多事啊 一定很急的事啊 这么多事啊 这不是大型文啊 这不是大型文啊 多大型文 哎 哎 请问你们是 不住在一起的啊 哎 哎 陆总 来我们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啊 陆总 你们的感情 又怎么发展到这一书的啊 这何一日子 这你们意味着什么呀 让个节目家长了 陆总 哎 哥 你先回去等我 记住不要出门 怎么了 送他们回去 然后给我一份 刚塞会场所有人的名单 我again 我先叫司机 送你回去啊 哥 哎 哥 那我们就先走吧 哎呀 嘛 还是